周五,22日,华为创办人任正非早前与南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、科技日报原总编辑刘亚东的谈话内容公开,除了公司发展及对美国的看法,任正非也谈到了对学英文的看法。 他认为,不学英文,农村孩子永远是农夫,会影响就业前景。 在谈话中,任正非被问到就教育本身而言,中国当前最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的问题。 他表示,中国跟西方竞争,靠资源不可能,就是要透过文化振兴,把钱赚回来。 天才都是从少年中产生的,但他们被中小学骑步走,同质化教育所埋没。 对于现在有论调指出,不要学英文,他直言,不学英文,农村孩子永远是农夫,你不学英文,将来在这个世界怎么就业啊? 他续指,数学和英文都不好,就进不了高端产业,农民的孩子永远是农民,阶层分化就出现了。 对于在农村学英文困难,任正非表示理解,但是熬一熬,不就熬出来了吗? 可能口语表达不那么好,但是有文字的辨识能力也行啊。 他强调,若要搞好教育,一是要差异化,二是国家要把好学校当作平台,允许它变成一个网站,把西部带起来。 另一方面,可以将每个班级切成20人的小班,这样可以扩大教师队伍,提高教师的待遇,同时也能让教育更加个人化。 在大学英语4、6级考试,是由教育部主办的全国性标准化考试,为越来越多重点大学宣布,不再将英语4级与学位挂钩。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历史文化网。 近年来,内地英语地位被认为出现下降,除了地铁战民器用英语,改为汉语拼音,也体现在高校把英语公开式成绩与取得学位条件脱钩。 日前,西安交通大学就宣布,自本月1日起,取消大学英语4、6级考试与学位证挂钩。 对此,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炳奇认为,取消英语4级考试和毕业学位授语的挂钩,不代表不重视英语,只是要转变英语教学的硬式倾向,关键在于,学校必须摆脱硬式英语的思路,回归到英语教学的本身。